当183厘米的超战鱼,上184厘米的方日伦,玉骨瑶女的,男配都挺好,句号,先合剧从,来不缺市场,何况是大,啊,其,加S级的制作,再加上超战,这块,金字招牌,玉骨瑶的旗,代值可想而知,句号,句号,再迟迟等不到, 如生请多指教,开播后,粉丝更是张,玉骨瑶纳入,期待首选,句号,你永远可以商,信超战的,古装造型,无需过于烦,锁的造型,只要一身白衣,妆容干净,便能成为,古,中美男托, 级别的超战,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句号,句号,爆出的几张图,花水更成为,小飞鹤手机, 女翻烂的存在,尤其是网红狗,月也臭热闹拍戏,真容得以曝光后,更让人感觉能长, 成超战者样,属实不易,句号,不过玉骨瑶,女也并非子,有超战一个碎歌, 剧中的男配,其实都挺好,其中还新进,人气小生,句号, 当183厘米的超战遇,上185厘米的黄芷琪,玉骨瑶女的点五星里吸水,句号, 虽然人气和,超战相差甚远,但黄芷琪也,不失为一个碎歌,句号, 再遇刺小五作,指示结婚的,关系接连,小火之后,他也被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句号,该剧开播不久,他就被传出和,女儿黄楚然的飞聞,句号, 男主肖战还未有动静,男三却先搞事情,让人感慨黄芷琪果真是, 指,啼,体质,遇刺小五作中宵景如和楚楚,指示结婚的关系女吻思神和乐细细, 无不是满满的,指,啼,感,作为出道四年, 只播出两部男主剧的演员来说,他的成绩获实让人不容忽视 有人说他和超战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碎歌 超战是一眼惊艳,温宇灿烂的小太阳,黄芷琪诈汉不算出彩, 但人妾出彩也会让人遇见沉沦 书粉对清光的介绍是,性格耿直豪爽, 是清族者一辈中最为出色的战主, 虽是旁之,却勇猛过人类立战功, 人切相当不错,如果素做得当应该可以吸粉不少, 但清光只是男配,比起他,男主的人切显然更出彩, 书粉是这样评价时影的,心自出众,冷静决断, 不恋爱恼,能够在国和家之间找到妥善处理方式, 或许比起清光,是影多了家国天下的情怀和痴情若恋, 性格立体多面,全色起来难度也大得多, 两人掌上各有特色,剧中人切也各有不同, 观众心中的五星特谁,他们自有衡量, 但不管是谁,内卷之下收益的永远是观众, 其实除了男三王子旗,剧中的男配都挺好, 男二方日伦也是个妖不开的话题, 方日伦身高,一百厘米,掌上进日, 绝对是古装美男一媒, 她是得益于出众的古装扮想, 方日伦这些年几乎是古装男二专业户, 绝世千金元女的男二柳修文, 相世宠非三中的男二墨言审, 长歌行女的男配艺书玉, 有人觉得方日伦是外形出众, 总演男配实在是大才小用, 但也有人表示级肇战, 宫俊,吾女这样的男主当配, 也不算欲没了他, 此次他在欲骨饶中的温柔稳重, 骁勇善战, 人切相当不错, 无疑为他的男二史策在田灿烂一笔, 作为S家级别的先合剧, 光有这几位男配显然不幸, 在此基础上还有李明德, 寒动, 热城街鼎立座阵, 他们都是外形出众, 身高, 一百厘米的岁哥, 必能为全剧增悉不少, 超战的剧从来不缺热度, 粉丝对他的认可也绝不局限于外貌, 身高尚, 在一部作品中, 演技才是重中之重, 每个观众心中都有一干情, 拥有一个五星的评分权, 相信他们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不竟现在谈评分还有点为时过早, 播出之后才见分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德,